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錦囊妙記 我們這一次錄製的錦囊妙記 也是針對IPS的部分 在上一次的錦囊妙記 IPS當中 我們談到的一個是 攻擊特徵檔的手動更新 手動下載跟更新 我們這一次會談到另外一個 一個所謂的防護機制 它叫做Barnet Detector 好 什麼叫Barnet Detector MACD他們這些資安團隊人員 他們會每天的上網去蒐集 到底網路上面有哪些存在的CNC的Server 以及這些用戶端 如果他被感染的殭屍網路之後 他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這些CNCServer做連線 他會把這些行為模式全部都截錄下來之後 把它打包成所謂的Barnet Detector的一個更新檔 來提供給MACV的使用者 IPS的使用者來去做一個更新 那為什麼如果又有人重複在問說 為什麼要手動更新 我想這個有些會牽扯到客戶端的一些使用架構 那也許他們的IPS在防護上 他們並沒有跟Internet去進行一個所謂的連線 所以他就必須要透過手動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更新的部分 所以在這邊我再重新做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本次的一個Barnet Detector的一個 手動更新的程序 一樣我們是連線到MACV的一個官網 那我們不是要介紹MACV這兩個女孩子 OK 所以麻煩請看到女孩子的上方 適用於企業的部分 我們去做一個點選的動作 點選完成之後 一樣我們有看到資源與訓練 那資源與訓練展開之後 我們會看到一個叫產品下載的部分 那產品下載直接連選進去之後 一樣會出現一個需要輸入你的Grain Number 跟你的Email Address 那這個部分在上一次我們有討論到 如果你上一次在下載特徵檔更新的時候 您有直接將這個部分的Email 直接第一次輸入進去 他幫你做一個所謂的記錄之後 你第二次再去進行輸入你的Grain Number後 然後加上你的電子郵件位置 你直接按Summit 那就不會出現任何的一個一個詢問 或是記錄的畫面 你就可以直接登錄到MACV的下載的一個網頁裡面 OK 那在MACV的下載網頁裡面 我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 它就叫做所謂的Barnet Detector的一個項目 Barnet Detector的項目 基本上它是Daily Update的 OK Signature不是 Signature它maybe有可能是兩三天 有可能一天 甚至有可能一個禮拜一次 OK 所以MACV會根據這些目前市場上 他們所收集到的一些攻擊特徵檔 來去做一個調配 那Barnet Detector跟病毒碼一樣 他們是每天都會更新的 OK 好那接下來呢 一樣我們到Barnet Detector上面直接去做一個下載 那我要進行下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剛剛Signature這麼多 為什麼Barnet Detector都是只有一筆 是的 在每幣官網上它只會放置一筆而已 所以你只要下載目前當下最新的那一筆就可以了 下載下來它檔案非常小 大概在幾MB而已 它下載下來之後它是一個壓縮檔 好那接下來呢 一樣我們要照著上一次我們提供的一些步驟的方式 我們首先我們要透過網頁的管理介面 登錄到我們的IPS的Manager上面 好那透過IPS的一個Manager之後呢 一樣我們要做手動匯入 所以請點選到Manager 因為我們要把這些Barnet Detector 匯入到你的Manager裡面去 好那開始進入到我們的Manager上面之後呢 那由於上一次的步驟上 可能之前有客戶來詢問 他說為什麼上次的步驟上 好像是略有一個省略的部分 是的 因為可能我們在做上傳的過程當中 那它會需要蠻花費時間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並沒有把它 把這個畫面截錄下來 錄製在我們影片當中 那為了彌補這一次的缺失呢 一樣 那因為Barnet Detector 跟Signature的匯入的方式都是一樣 所以一樣在Manager裡面的Updating OK它有一個叫做Menu的Update MenuUpdate裡面呢 你只要選擇看你是要匯入Barnet Detector 還是要匯入所謂的Signature都可以 那在匯入過程當中 他們會去跳動這樣一個百分比的視窗 他會明確告訴你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已經開始在進行賄賂的部分 賄賂完成了之後 他們就會出現一個所謂的一個 完成的一個畫面來去進行一個所謂的告知 這就是手動匯入 OK 好 那這個就是手動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得到這個Barnet Detector 已經去進行一個所謂的一個完成匯入 那完成匯入之後 不代表他這個東西已經更新到了所謂的IPS的Sensor上面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回到Device裡面 回到Device裡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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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Global Global完之後 Deploy Pending Change 一樣的一個步驟 然後再去進行Deploy 那接下來呢 Manager就會把這樣的一個Barnet Detector 或者是Signature 更新到所謂的一個Sensor上面 來去發揮出它一個最大的功效的一個部分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到的一個手動更新 那因為上一次我們在做Signature Update的時候 可能我們中間的步驟有做了一個移漏 所以呢 在本次的一個Barnet Detector的一個Update的部分 因為它的步驟很多都是很相似的 所以呢 我們就把我們所遺漏的東西 來去做一個補充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您有任何問題 或是您有對本次的影片有任何的疑問 你可以來電或是Email來告知我們 那我們會在下一次的一個影片當中 我們去做一個相關的修正 來答謝各位客戶 或者是這些觀賞者 來對我們一些feedback 好 本次的一個錦囊妙計就到此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再透過你的Manager去上傳到你的Sensor上面去 OK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所以你不能說 對不起我這個Sensor 我可不可以讓它直接臨時的接上Internet 又或者是Sensor上面的MonitorPort 它本身就是跟Internet有做串接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透過MonitorPort去進行特徵檔下載更新呢 很抱歉不行 因為MonitorPort上面它是屬於隱形的一個機制 隱藏機制 也就是說它上面沒有綁定任何的IP 也就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沒有辦法跟Internet有辦法去做一個聯動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呢 攻擊特徵檔下載完成之後呢 一樣我們點選畫面上的Device 然後呢 再透過這些Device的一個部分呢 透過Device的部分 我們去點選到一個所謂的一個 呃 那個 對不起 有點打結了 OK 我們就點選有關於那個Global Global上面呢 再直接點選所謂的Deploying Pending Change的部分 也就是說 當你有任何的一些設定更新 需要進行把它上傳到我們的Sensor上面去 就一定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步驟 好 確定OK之後呢 我們直接點選Deploying 這樣就可以了 那完成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更新已經完成了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IPS 如何手動去下載 並且更新到你的Sensor上 針對這一次的IPS Q&A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 我按理你可以透過電話 或是Email來跟我做一個聯繫 我是備忘資訊的Roger 我們下一次見 謝謝 謝謝